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这个Photomaker 它的作用就是定制逼真的人体图片 具体效果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演示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两张头像 然后它根据头像去生成一个身体 然后再加一个背景 这样的话可以生成一张完整的图片 这个项目其实本质上来说跟换脸是一样的 因为换脸无非就是先有一个身体 然后把脸部去换掉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它是换身体 如果大家喜欢换脸这种项目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喜欢的 毕竟它本质上是一类型的东西 下面这些的话就是它的安装方法 大家能看到的话可以自己来下载 我们这边的话还是给大家推荐这种 本地的一键安装包 这边就是文件 我们直接进来打开之后呢 就有一个启动文件 然后我们启动就可以了 这边需要稍等一下 好,这边呢就启动完毕了 它这边有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地址 这是它的界面 有一些选项我们先不管 好,我们先来选图片 这边的话给了一些例子 我们就选这个吧 这里面三张头像 下面有一些需要填词的地方 铁式词,风格模板 这个提示词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它这边有说明 就是出发词,IMG 这三个字母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中间这一行 大家可以不要去动 或者说你要动的话 IMG一定要保留下来 否则的话它没法触发 至于其他这些的话 你可以随便改 风格模板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 它有很多的这种风格 我们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这个吧,直接提交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 这边需要稍等一下 总共进行50步 这个50步怎么来的呢 这边有个高级选项 我们把它点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是反向提示词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改 当然一般来说保持默认就可以 没必要去动它 采样步数50步 风格强度20 它这个风格强度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值越大 那么最后呢 它这边出来的图像 越贴近你选了这个风格 保持默认的话 最后其实它的风格化效果没那么强 这个大家可以挑战这个数值 然后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值就可以了 输出图像数量 这个大家好理解 引导比例 包括下面这个种子 这个都是我们 AI绘画里面最常见的选项 这个没有必要去多解释 然后我们等一下结果 这边马上就做完了 好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张图片 刚刚生成的结果 看一下 这个效果来说确实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边它给一些提示 主要是这个风格化 这个数字越大 那么它越贴近你选择了这个风格 然后我们来换一个风格 然后呢我们来 它变大一些 提交一下 看最终的结果怎么样 同样是50步 需要等一下 好我们这边出了两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行 所以这个风格强度 大家可以自己去调整 测试一下不同的结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演示 就是我们选一张图片 就选这个 我们就一张图片 然后来生成一个结果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还是点提交 好出来了 看一下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像 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尽管只有一张图片 但是最终生成出来的结果 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棒 然后这个也是非常的相像 所以这个项目 其实整体的效果 确实非常的出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尝试一下 它跟换脸 其实差不多是一回事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想要给大家说的内容 大家拜拜